又是酒駕造成的意外事件 台東警奔局13號清晨接貨報案 說有一輛車在中江路二段發生車禍 遠景貨報到場發現出事的小貨車駕駛 因為不明原因它致撞路邊的護欄 警方也對這個靈性駕駛進行酒測 酒測值居然高達了0.83 明顯超過法定標準了 隨後也被依照違反公共危險罪送辦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拖吊車正在將卡在水溝的白色小貨車給吊起 而這起車禍事故則是發生在今天早上 台東警分局接貨報案 表示有車輛發生車禍 而警方貨報後也立即趕到現場進行了解 才知道原來出車禍的是一名28歲的零性駕駛 而且有喝酒的行為 本分局今日上午5時40分左右 受理民眾報案 在台東市松江路二段發生交通事故 經遠景到場了解 稀零性民眾駕駛自小貨車 沿松江路二段往北行駛 自事故地點時 因不眠陰致狀路邊護欄 造成小貨車駕駛及犯性乘客多處差錯傷 無生命危險 零性駕駛經嚴謹實施酒精濃度檢測 酒測值高達0.83 超過法定標準 第一公共危險最嫌 韓宋台東地檢署偵辦 而最近台東已經短時間內 發生了兩起酒後駕車釀成意外的事故 台東警分局也再次呼籲駕駛人 酒後駕車代駕慘重 切勿由酒後駕車的情形 以確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 到達